Hello,大家好,我是阿迭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方法去做 keyword research 大家都知道 keyword research呢,其实在于就是搜寻结果排名的优化上面占了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今天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然后又很实用的方法 让你可以迅速的找到很好的这个关键词去做优化 让你的自然访客增加5到10倍,那我们开始吧 OK,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的呢,就是我登入了Google search console 之前呢,就在别的教训影片跟大家分享过,就是说 在做搜寻引擎最佳化的时候呢,有两个工具你是非常非常需要的 一个呢,就是Google analytic,另外呢,就是Google search console OK,那现在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当你登入Google search console之后呢 点击你的网站,然后在左手边这个search traffic,然后再点击这个search analytics 你就会看到类似像这样的画面,那现在你看到的呢,这是一个我们其中的一个网站 那我要跟大家分享怎么去使用这个search analytics去找寻呢 更多的这种潜在的关键词,然后让你去持续的去优化 那有几种方法,那一种方法呢,就是你刚进来之后呢,你可以去点击这个pages 然后呢,你往下滑后你可以去,点击pages之后呢,你再点的impression 然后你可以去做排序,也就是说,如果呢,你想要找出就是你网站里面最热门最热门的网页的话呢 你就可以透过这个去做排序,然后找出最热门的网页 那举例来说,假设呢,我发现这第一个网页是最热门的,那我把它点击进去 点进去之后呢,我再把这个从page这边改回curious 那这样子呢,就会针对google search console呢,就会针对这个page 然后呢,再给你就是说,到底用就是这些访客呢,都是搜寻怎样的关键词到你的网站 那我一样呢,会做排序,就是说impression去做排序 因为clicks呢,表示它已经进来你的这个网页了 那从这边可以看到这边impression,那我另外呢,也会把这个position的这个打开 这样可以看到就是说,目前假设我impression去做排序 那我目前呢,这个网页的位置呢,大概是在排名第几 所以你由这往下看呢,你就可以开始看到就是说 可能有363个去搜寻,然后我们的网页 应该是这样说,我们的网页出现在这搜寻结果有363次 那但是我们并没有任何人点击 主要原因可以看到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靠近在第20名 那所以像我的做法就会就是说 ok,那既然这个关键词是有这些人搜寻了,我就会在这个网页上去做优化 去针对这个关键词去做优化,那之后我的排名往上爬了以后呢 相对的就会有更多人点击到了我的网页来 那你可以继续往下看,可以看到就是还有这样子排名第七名 那已经有些人点击到我的网页进来了 那但是其实我还可以做得更好 那其实你就可以再去稍微做优化一下 那简单给大家一个规则呢 就是大概就是你可以看到在排名第五名 一直到第25名之内的呢 其实都算是一个比较容易可以优化的关键词 也就是说针对你的网页 在大概第五名到第25名之间的这些关键词 都是你可以很轻易的稍微做一些调整之后呢 你的排名就会很明显的提升 然后你也就可以去抓到这些搜寻了 那这是针对就是说自己这门的page 我通常呢也都是照这样的流程 然后一个page一个page去做检查 看看有哪些关键词我可以加进来 那我会准备好一个notepad 然后把随时这些找到的关键词呢 就把它复制贴上过去 这样子呢到时候去优化网站的时候呢 就知道去做如何去做优化 那其实呢你也可以就是说 直接以整个网站而不以热门的这个page来去做查询 那假设以整体网站例如来说 可能你这个网站并不是很大 例如说你就只有几个页面而已 那你也可以以整个网站 那同样方法我会以搜寻 就是以这个impression去做排序 然后去看哪些关键词是可以优化 例如说这第二个 嗯对于这大概第排名第五名 那其实我还有空间可以去优化 毕竟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前三名呢 才是真正达到大概可以63%的所有的搜寻量 所以尽量可以让你的这个排名 排名前三名呢是你最好最好的目标 看看这又是另外一个关键词 那所以这就是有两种方法 一种就是说如果你的网站呢 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网页在这网站下面的话 建议可以先以就是热门的网页去做搜寻 也就是说再示范一次给大家看 就是说假设我是先点到pages 然后以可以impression或是click去做排序 那点到找到你觉得只是热门网页之后呢 去点击这个网页进去 点击进去之后呢 再会把这个点到curious这边 因为这边才可以看得到到底是哪些关键词最多人搜寻 而你的网页也都有出现 是你可以再做更进一步的优化 或者呢就是说你直接呢就是以首页 以你整个网站来做 然后去一样去 以impression去做排序 然后去找到 就是说一些你可能稍微 只要再加强一下 就可以挤进前三名的关键词去做优化 OK 那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教学 如果有任何问题呢 欢迎透过Facebook message 跟我们联系 我们会尽快的跟你联络 那我们下一个教学影片见 拜拜